甲鱼是红烧还是清炖好吃呢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红烧甲鱼的作画 老板的朋友呢送了一只甲鱼给他 送来厨房间呢让我们把它加工好 那么这期呢就教大家甲鱼如何宰杀和分割 和红烧甲鱼的方法 爱美食爱生活 大家好我是住宿大山 这只甲鱼呢我们已经提前呢宰杀好了 由于宰杀的过程呢比较血腥 所以说呢平台是不给播放的 下面呢我给大家讲解这个甲鱼宰杀的这一套过程 甲鱼呢没宰杀之前呢 它的脖子呢会伸出来 找一块毛巾呢紧紧的抓住这个甲鱼的脖子 找一把锋利的剪刀呢 在甲鱼脖子的末端呢剪开甲鱼的气管和血管 放出呢甲鱼的血 下面呢我们再用剪刀呢 从甲鱼的尾部呢用丹叶插进去 然后呢剪刀呢向内剪 先把呢甲鱼的一边把它剪开 等到剪到甲鱼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甲鱼的上方呢有一块横的骨头 到这里呢就剪不动了 这个时候呢把剪刀呢往上倾斜 顺着这个甲鱼壳的裙边呢往上剪 这里呢非常的好剪没有骨头 剪开之后就可以了 然后呢再按照同样的方法呢 把甲鱼的另一边呢也把它剪开 那么呢甲鱼的壳呢就被剪开了 甲鱼壳呢剪开之后呢 把甲鱼壳内的所有的内脏全部把它去掉 用剪刀呢把甲鱼肚内的油呢 白色的油或者是防色的油呢 全部把它剪掉 这个油脂呢非常的心骚 所以说呢一定要把它去除掉 接下来呢开始烫皮 烧一锅90度左右的热水呢 把甲鱼放进去进行烫皮 甲鱼的每一面呢都要能够烫到 要烫得够均匀 这个烫甲鱼也需要技巧的 不能呢烫得时间太久 时间太长的话 甲鱼的皮呢就被钉在这个壳上面 很难去除掉 烫呢时间短的话 甲鱼的皮呢又去除不掉 所以说一定要掌握好时间 大家看呢 甲鱼呢烫到这种程度呢就刚刚好 手呢轻轻的一搓 这个甲鱼皮就掉了 同样呢也要把这个甲鱼肚里的皮去除掉 还有这个甲鱼的爪子 脖子上的皮呢 也要完全的去除干净 皮全部去完之后呢 那么这只甲鱼呢就宰杀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分割这只甲鱼 首先先把甲鱼的头剁掉 然后呢再用刀呢 把甲鱼的头部呢剁成三份 在剁甲鱼的时候呢 尽量用刀的后半部分去剁 这样子做呢不容易损伤这个刀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个甲鱼的壳呢 把它分割下来 这个呢是甲鱼的生殖器 同样呢我们把它分割下来 扔掉不要 再把呢甲鱼的肉呢剁成小块状 这个甲鱼块的大小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也可以剁大一些 也可以剁小一些 接着呢再用剪刀 把甲鱼脚上面的指甲呢 把它全部的剪掉 把改好刀的甲鱼肉呢 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呢再把这个甲鱼的壳分割 大家看呢这个甲鱼 甲鱼壳上面的裙边呢是最好吃的 也是呢最贵的地方 甲鱼的壳呢我们把它分割成四份就可以了 这个甲鱼壳呢有一点硬 所以说我们在改刀的时候呢 要稍微的用一些力气 全部分割完之后呢 下面呢我们开始来烧制这个红烧甲鱼 在烧红烧甲鱼之前呢 我们准备一些五花肉 加入五花肉进去呢 烧出来的红烧甲鱼呢 它的味道会更加的香 点火起锅烧水 首先呢先把这个甲鱼焯水 甲鱼的焯水时呢最好用凉水下锅 这样呢可以去除甲鱼的血水和腥味 在焯水的时候呢也可以放少许的防酒去腥 随着锅定的水位呢不断的升高 直至烧开 表面会形成一层浮沫 这些浮沫呢就是甲鱼的血水 用手勺呢把这些浮沫全部的打掉 直到水中无浮沫为止 这个时候呢用漏勺呢把甲鱼肉捞出 捞出之后呢把甲鱼肉放在清水中呢 我们再次的把甲鱼表面的浮沫呢 全部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呢 把甲鱼倒在漏勺中控干水分备用 点火起锅 一定要呢把这个锅烧热 然后锅内放入两勺青油 把这个锅呢充分的滋润一下 这样做的目的呢 为了防止这个甲鱼在炒的时候呢粘连锅底 锅润好油之后呢把油倒出 锅内呢加入少许的菜籽油 把刚刚改好刀的五花肉片呢 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开小火呢慢慢的煸炒 一定要把这个五花肉片呢 煸香煸透 煸出这个五花肉的油 这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葱姜蒜大料 把它倒入锅中呢继续煸炒 葱姜蒜呢都可以去除这个甲鱼的腥味 增加香味 所以说呢这个葱姜蒜一定要把它煸香 煸透 煸好之后呢再放入少许的八角花椒和这个干辣椒 这个干辣椒呢能吃辣的朋友呢可以多放一些 不能吃辣的少放一些 煸出这个八角花椒干辣椒的香味 接下来再把焯好水的甲鱼呢 倒入锅中继续的煸炒 再往锅内呢喷入少许的防酒去腥 这个时候呢把火调至最大 不停的翻炒这个甲鱼炒出的甲鱼的香味 接下来再往锅中呢放入少许的蚝油 蚝油放入锅中之后呢继续的翻炒甲鱼 再放入适量的生抽继续的翻炒甲鱼 把调料的炒出香味炒均匀 甲鱼呢放入锅中呢一定要煸炒 这一步呢千万不要忘记 接下来呢再放入适量的水 这个水呢能稍微的慢过这个甲鱼就可以了 水不需要太多 开大火呢把锅里的汤汁烧开之后呢 转小火 焖煮至呢八九分钟 时间过一半的时候呢打开锅盖 往锅中呢喷入少许的香醋 喷入这个香醋呢可以去除这个甲鱼的腥味 增加它的香味 然后呢再盖上锅盖 继续的焖至三四分钟左右 大家看呢这个时候的甲鱼呢 已经烧得非常的酥烂 用筷子呢把锅中的大料呢 葱姜八角呢全部的挑出 如果说呢在家里做的话 这些葱姜大料呢不挑也可以 大家看呢这个部位最好吃 就是甲鱼壳边上的裙边 它的口感呢非常的好 吃在嘴里呢非常的糯 非常的香 市场上呢有专门卖这个甲鱼的裙边 它的价格呢比较贵 下面呢开始继续的调味 放入适量的味精鸡精糖少许 接下来再放入少许的青红椒 青红椒呢可以增加这个清香味 去除这个腥味 最后呢开大火的 把锅里的汤汁呢稍微的收制一下 那么一道非常好吃的红烧甲鱼就做好了 最后呢把甲鱼出锅装盘上桌使用 每一次的长视频呢制作都不容易 希望看到视频的朋友能够长按点赞键 把它推荐给更多的朋友观看 最后呢希望看到我视频的朋友呢 能够给我点赞关注评论 感谢大家支持 本期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的下期见